dash 这个字只有一个母音 a 我们发成 a 的音 整个字我们就念成 dash dash 是属于一个不及物的动词 我们中文翻成急奔急跑 我们直接看例句 hearing the fire alarm Richard dashed out into the street in his pajamas hearing the fire alarm 各位这边的 hearing 加动词 加 ing 在这边他是一个现在分词 形成一个分词片语 用来修饰 补充说明后面的 Richard 主词 他说 Richard 这个男孩子 hearing the fire alarm 他一听到这个火警 dashed 他就急奔急满的奔跑 跑了出去 不是跑进来哦 是跑出去 跑到哪里去呢 into the street 跑到街上去了 跑到街上去的时候 他身上穿着他的睡衣 in his pajamas 主要穿着什么样的衣物 我们接系词用 in 接下来 dash 这个字呢 除了可以当作动词之外呢 还可以当作名词 当作名词呢 就是属于短距离的赛跑 他通常呢 当作单数的动词来使用 那我们直接来看例句 Wussain Bolt won the man's 100 meter dash at the 2012 London Olympics 他说呢 Wussain Bolt 这位运动选手呢 赢得了男子的100公尺的短跑 the man's 100 meter dash 当成是一个片语来记 就是100公尺的短跑 at the 2012 在2012年的伦敦奥林匹克 注意哦 当我们在念年的时候 我们就念2012 就是2012年 好 那dash 这个字呢 它其实呢 还可以当作另外一个名词 当作名词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常常呢 在阅读的时候呢 会常常看到的 这个我们中文就叫做所谓的破词号 那这个破词号呢 它是属于比较长一点的 那还有另外一种呢 相较于dash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hyphen 那hyphen 这个字呢 它其实呢 是连接词 它是一个连接的符号 专门用来连接两个字的 例如我们这边看到了 100 meter 100公尺 它是把100跟meter 这两个字把它连接起来的 这个我们就叫做hyphen 那dash呢 是比较长的 通常呢 是放在一个句子里头 好 后面呢 接着另外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一个句意的部分 那个我们就叫做dash 破词号 好 所以这个字呢 dash 动词的急奔 名词的短距离赛跑 破词号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